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气游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健康饮食和肿瘤之间的关系 民意是为天 饮食直接影响我们人类的健康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量的研究证明 红肉吃的太多 会增加节脂肠癌的发病风险 但同时有最新的一项研究也显示 红肉和牛奶中的一些成分 可能会抗癌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有一种成分叫反式义油酸 反式义油酸叫TVA 它是一种长链脂肪酸 存在于牛羊肉和乳制品中 是一种大自然存在的反式脂肪酸 一体反式脂肪酸 很多人都说 这个反式脂肪酸是不好的 但是这个反式脂肪酸很特殊 TVA是母乳中富含的反式脂肪酸的主要形式 但人体不能内源性的产生TVA 需要从食物中获取 哺乳动物将其转化为胃硫酸 一种共饿的亚油酸 并且显示出了抗癌的特征 好神奇 2023年11月22日 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日员 在世界顶级期刊Nature发表研究 摄影师中的反式义油酸 可以提高CD8阳性T细胞 浸润肿瘤和杀死癌细胞的能力 此外 学生的TVA水平较高的患者 对克隆利奥法的反应更好 表明TVA有潜力作为一种癌症的治疗方法 这个让人特别的欣慰 在这些研究中 研究人员组建了一个包含255种营养化合物的一个库 其中包含不同的蛋白质和脂肪等 那么重点关注了可能增强某些T细胞激活的化合物 研究发现在前六种的后选化合物中 TVA激活T细胞效果是最好的 研究发现TVA可以激活小鼠黑色素瘤细胞的抗肿瘤 免疫活性与喂食对照组饮食的小鼠比较比 喂食富含TVA饮食的小鼠 显著降低了黑色素瘤和结肠癌细胞的肿瘤生长 好神奇 此外 TVA饮食还增强了CD8阳性T细胞浸润肿瘤的一个能力 而进一步的分析 发现TVA通过灭活细胞表面我们叫GPR43受体 专门促进CD8阳性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CD8阳性T细胞是一组对于杀死癌细胞至关重要的免疫细胞 最后研究人员还分析了接受我们叫CRT叫KT细胞 治疗疗法的淋巴瘤患者 发现血液中TVA水平较高的人对免疫疗法的反应更加的有效 更好 在一项实验中 TVA增强了免疫 治疗药物杀死 取自三个人人类白血病细胞的这样一个能力 而且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同样的一个发现 然而研究人员强调人们不应该为了获得TVA 过量的使用红肉和乳制品 因为过量的食入红肉 可以明确的增加乳腺癌 结肠癌和直肠癌的风险 重要的是要确定营养元素的最佳量 而不是食物的来源 好 那么希望我们了解更多的健康饮食方法 这样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长寿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青鱼生工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